上個世紀50年代紅極意識的香港演員杜萍 在願一片告別輝煌時代後 投身近世界 擔任TVB無線電視長壽綜藝節目歡樂驚笑的臺柱 並在90年代結束演藝生涯 移居澳洲墨爾本 隨即開設了日本餐廳生意非常火紅 年屆冒蝶之年的杜萍最近訪馬 為本地慈善籌款造勢 他看起來氣色紅潤 並且還透露逆臨的原因 曾保持愉悅心態和經常做善事 都是養老秘訣 鏡頭前爽朗的杜萍即將邁入81歲 這一名樂劇老演員移居澳洲後 目前處於半退休狀態 在當地經營的四家日本餐廳已經交由合夥人接手管理 目前的生活重心就是照顧自己與妻子的健康 我每天起碼做運動 我起碼做一千下左右 一千下就是我動手動腳 還有我走的路 會走的路 起碼45分鐘 每天一定是這樣的做法 不是說可以做一兩次 一定要經常去做 至少十年半年才能看到 每天自己試試都行 從這裡向前 去到最後 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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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不如用這個醫護 沒事的 杜萍每年都會回港三到四次 探訪胡鋒 羅蘭 薛家燕等老朋友 而他這一次到訪我國 是為了響應慈善活動 他將在9月10號 為本地的演藝樂劇音樂社慈善樂劇晚會 擔任司儀 這場樂劇晚會籌獲的款項 將全數捐給東南亞暑假全面的慈濟洗盛中心 八讀空間 沈宇淵 吉隆坡報導